这等手机如今除了是沟通工具 更是拍摄和时尚单品相结合 OPPO刚在我国发布Renoit最新系列 OPPO Renoit T5G 在外观和摄像功能 还有手机性能上都有所升级 尤其为了迎合对拍摄品质有追求的消费者 这款新手机首次加入1.08亿像素镜头 让画质和画面大幅提升 来看一则商业资讯 OPPO Renoit系列又有新机登陆我国市场了 OPPO Renoit T5G首次加入1.08亿像素镜头 超轻画质除了在特写人像细节丰富 拍摄集体或风景照也有更高解析力 用户还可以通过一张主图 编辑成多张不同风格剪裁的图片 这款手机也配置了显微镜 最高可以40倍放大 通过显微镜头看到平时无法用肉眼观察到的微观世界 为用户带来全新拍摄视角 探索微观世界发现生活另一面 OPPO Renoit T5G拥有全新的外观设计 它拥有旗舰级级别的120Hz的超感屏 并且也是第一架在同价位中 当中具备了3D的曲面屏 为用户带来的沉浸的视觉效果 以及极致手感的平衡 3D曲面屏幕设计为1.9mm的弧高 56度的弯曲角度 由于曲折的面积比较小 能够带来视觉上接近无边框的沉浸效果 而且在手感上都握持会更加的舒适 OPPO Renoit T5G的电池容量为4800mAh大电池 超级闪充从33瓦升级到67瓦 能够在44分钟内完全充电 Renoit T5G拥有两种配置可供选择 那就是Sunrise Go和Midnight Black 售价于1799厘级 有兴趣购买Renoit T5G的朋友们 可以从现在开始至2月10日的期间 通过各渠道的预定 就可以获得总价值高达 377的礼品 预知更多详情 可浏览OPPO官网或前往邻近的 OPPO手机销售店 总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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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列出品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